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2号星期六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终于可以去武汉 就是周六22号 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 总共12人组成 其中有两名美国专家 在17号到达中国之后 开始中国方面和世界卫生组织 决定的只是三个地方 北京 广东和四川 为此在国际上引发争议 说中共是有意隐瞒 扰作湖北和武汉州 当时中共方面做了一些解释 说是北京是中心 有疾控中心 有什么科学院 有什么医学中心 是值得访问 然后说广东省有丰富的抗SARS经验 加上院士钟南山在那里 可以跟专家族讨论 但钟南山实际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跟专家族讨论 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另外为什么选四川 说是选一个全国都在防御抗疫 选一个典型省份 让大家了解中共的防御措施 但是国际社会继续的施加压力 终于在这种压力下 中共被迫同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前往武汉 当然根据中共的做法也应该是做好了准备 在武汉和湖北做了相当的布局之后 才联强同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去那里 那么一个重大的看点就是 这个卫生组织专家组会不会去武汉病毒实验室 因为那里是重要的原因 是可以说疑云所在 这次三个原因 说华南海鲜市场基本被外界所否定 武汉病毒实验室病毒走漏这是重大的嫌疑 还有一个跟他比较联系的生化武器 就是人工病毒更是外界争议的焦点 那么中共把这个说成是阴谋论 甚至在国际上撤了21个专家出来发表公开信 说这是阴谋论 是制造谣言恐慌和偏见 但是这21个所谓专家被中共所操纵的专家 既没有去现场调查 也没有发表相关的论证或者是考证 更重要的是这21个专家 没有自己的任何依据 说那仅仅是阴谋论 只是发表了一个泛泛的声明 意思说不利于防疫抗疫 意思说现在就赶紧去防疫抗疫 不要谈其他的 所以那21个专家出来想证明中共的立场 但是反而揭示了更多的疑忆或者是漏洞 这个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表了一个说法 说尽管瘟疫的控制取得一些成效 说尽管湖北省的确诊病例在减少 但是疫情仍然严重 尤其在国际上说他说机会之窗正在缩小 是说控制瘟疫蔓延的机会之窗正在缩小 也就是说瘟疫可能继续扩大 然后他呼吁各国紧急行动 实际上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本人首先要负责任 因为就是他所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 推迟宣布了紧急事件 受中共的影响和支配 本来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宣布 紧急事件让各国防范 结果整整推迟了一个星期 然后说他们错了 然后再补充宣布紧急事件 那么仍然是缩小疫情 刚才他说这个话 湖北省减少就是中共官方数据 数据所呈现的 所以他还在迷信中共的官方数据 按道理这个人应该辞职 应该下台 但是谭德赛受了中共的影响 或者说支配之后 反而跟中共官员很相像 进诸者吃进摸者黑 所以他自己也像中共官员那样 赖着不下台不辞职 尽管网上有超过四十万人 在呼吁他辞职 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 改变改变领导人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谭德赛最近还被人揭发出 跟前任的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陈凤复征 实质紧扣走在一起 宛若夫妻 这个陈凤复征是一个香港亲户人士 原先是被中共推到 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位置上 然后陈凤复征之后呢 又推出这个埃斯沃比亚的前外长 谭德赛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说那张相片 那个镜头就显示 谭德赛跟陈凤复征 关系暧昧 而跟中共的关系更为暧昧 由于世界卫生组织不作为 推迟作为 现在国际上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韩国在一天之内突然增加了100多起病例 一跃而为第二大传染国 超过日本 而日本在把如果邮轮加上 日本的人数总共是700多 如果除掉邮轮上630多名以外 日本全境是109名 但是韩国没有邮轮的情况下 本身在国内就出现了346例 多数集中在南部的大丘和庆上北道 这两个城市 韩国当局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 叫特管区 特管区那就是劝家人 这个居民不要外出 另外要戴口罩 商铺暂停营业 但是他们宣布 这跟中国的封城措施不一样 所以叫特管区 而且不是一个像中国那样 非常强制性的措施 那么韩国 一下沦为这样严重的情况 直接原因是 在南部有一个天地教会 这个教会有一个超级病毒传染者 说是一位61岁的女性 有人劝她去争断 她没有去 两次都没有去 结果突然导致大量的传染 当然她最早的传染源 说是来自于外国的游客 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的游客 那么日本继续是 现在除了战事号之外 是第三大传染国 然后就是新加坡86例 在欧洲国家意大利 突然一天之内增加了17个病例 而且有一人死亡 这是欧洲第一次出现死亡 那么意大利 这个传染和死亡很简单 就是其中有一个商人 跟一个中国的商人吃了一餐饭 然后就传染上了 所以它的起源还是来自于中国 而从韩国、日本、新加坡 这个情况来看 中国的游客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中国游客成了双人舰 曾经给日本、韩国、新加坡 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旅游收益 但是当中共跟这些国家 发生矛盾的时候 比如说跟日本、韩国、台湾 发生冲突矛盾的时候 中共是把旅游问题也政治化 用旅游手段来控制游客 如果跟日本发生掉一岛之争 那么就减少去日本的中国游客 给日本经济造成打击 但是反过来中日关系改善 又允许大量的中国游客前往日本 韩国也是这样 一旦中韩之间因为沙德反导系统的危机 就减少游客 让韩国经济遭受重创 这个危机稍缓 大量的中国游客又涌向韩国 跟台湾也是如此 但是台湾庆幸地躲过一劫 所以台湾现在是20多个病例 按道理两岸这么密切 那么多的台商 台湾的情况应该远超日本韩国 但事实上台湾是20多例 除了说苏贞昌为行政院长的内阁 就采取果断措施控制得好 是亚洲模范生 最重要的是 在2016年 蔡英文和民进党上台以来 中共为了所谓给民进党蔡英文压力 要逼她承认九二共识 就采取的措施是减少中国游客 把中国游客当成政治手段来对付台湾 结果台湾反而是因祸得福 这次相对出来影响比较少 而在亚洲做得最好 所以这些迷信中共迷信中国经济 以前我说你会成为一个政治的 他会把旅游经济当成政治工具政治化 所以应该远离中共远离中国经济 那么现在大瘟疫就直接给了一个教训 把大瘟疫给日韩等国带来的后果 和前几年因为旅游带来的成果相比 显然负面的后果更大于前面所为的经济 经济成果 这对国际社会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教训 因为贪图阴头小利总会付出后果 或者说包比纵容一党专政 这个一党专政最终会给你带来灾难 这些年不仅中共宣传 似乎中国只能适合一党专政 说是中国人口大幅然辽阔 什么国情复杂 只有一党制能够保持中国的稳定 那么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左派人士相信了中共这个宣传 也帮助帮腔以为中国不适合民主只能适合专制 结果这个一党专政带来的不仅是给中国人民的祸害 也是给世界人民的祸害 这是前些年我一再说的话 现在可以说完全一念 对国际社会对世界各国 尤其对那些左派人士迷信中共一党专政的左派人士来说 现在的后果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一些行话 叫做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撞篮墙不回头 不见棺材不掉内 在中国在北京 中共又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 这是每月一度的政治局会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这个会议上说 关于瘟疫 又所谓得到初步遏制 什么阶段性的成效 然后有什么明显下降 有大幅的下降 或者是某些改善 指的是瘟疫中的什么 确诊病例或者救治人数 或者是一些工作 听上去好像在描述某种经济形势 但是就在同一天 其实中国全国范围内的确诊人数 又在上场 而前两天 湖北省出现的怪象象 又被调了回去 说这个当天 这个湖北省出现349例确诊人数 而武汉市却出现615例 然后湖北省的解释说 各地在和解 但是这个省委书记 新任的省委书记英勇 显然怕担责任 又叫大家调回去 又把数据调回去 可以显示中共不仅数据混乱 整个所谓防疫抗疫工作都是一团混乱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治局会议大唱了战歌 而且还给习近平唱战歌 说是又用上了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所作为头等大事 那么等于说 习近平再次承担责任了 那么这个政治局会议呢 照样就跟前几天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一样 没有视频没有相片 所谓央视新闻联播播音员也是读稿一读到底 这个时候连过去毛泽东时代都不如了 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既没有电视也没有互联网 那个时候开会中共是先开闭门开完 然后再播新闻 人们当然看不到画面 但是至少报纸上还公布一些相片 表示在开会毛泽东也好 周恩来也好 或者会场场景 现在连相片都没有 这个显然作为中南海所谓语言化妆师 或者是三朝元老的王沪宁精心设置 认为现在市面画面也不能见不得人了 相片干脆也不要出事了 那么就极重可能 一个就是跟常委会一样 就是电话会议或者是视频会议没有聚在一起 因为政治局委员更多 常委会是七个人 政治局委员是二十五个人 有大约一半在北京 常驻北京 有大约一半是重要省市的这些 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所兼任的在地方上 有可能仍然是电话会议 那么即便是有些人露面 也应该是戴着口罩 形象非常难看 保持一个距离 另外还有可能就是说 继续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些争执发生 所以也不愿意让外界看到 所以这个现在的王沪宁胆大妄为 就是觉得这个14亿人太好管制了 尽管是互联网时代 尽管是电视时代 居然中共高层开个会 可以不要视频不要画面 甚至于搞不好 王沪宁干脆给习近平建议 不开会也行 就发布会议公告就行了 就说讲话就行了 干脆把作假做到底 胆大妄为 把这个14亿人视若无误 当然14亿人恐怕也没有人关心 所以以至于呢 可能这个王沪宁会跟习近平讲 这怕什么 你看看明朝万历年间 人家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 都没事明朝也没倒 当然明朝不是倒在这个万历年间 是倒在后来的这个崇祯皇帝 事实上万历年间 那个皇帝名神中朱义军 就埋下了明朝王朝王国的种子 那么这个政治局会议还提到 复工复产 说要有序推动复工 这都是习近平提的 隐瞒封城复工都是习近平拍板 这个复工跟封城显然是一个矛盾 封城是要阻断交通 是要把人们禁闭在家里 而且各地还在加强这些措施 尤其武汉和湖北 但是另一方面又推动复工 1月23号才说封城 2月12号仅过了三周 就叫复工 在瘟疫没有减轻 在全国继续蔓延 确诊病例死亡人数都在增加 而在世界各国都在蔓延的情况下 中国却在强调复工复产 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只能说明 就是一方面封城另有目的 防疫控疫是为了防人控人 然后复工复产 是所谓的增加经济基础 所以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继续大谈所谓全面小康 十三五规划 还有全年的一些经济指标 完全不切实际 听上去仍然是习近平等人处在状况之外 云里雾里天方夜谭 说到政治局会议和复工复产 其实习近平和中共要求 中国人民复工复产 他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不在乎人民复工复产之后 似乎产生交叉感染或者群体性感染 扩大瘟疫 而中共自己 党和国家领导人 政治局委员 自己在乎他们的人身安全 说他们并没有 他们自己并没有复工复产 没有回到他们的岗位 说这些会议有没有开 他们有没有进行他们的工作 都是一个疑问 贪生怕死 说到贪生怕死 实际上在北京传出 说政治局委员之一 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恐怕都染病 因为他前几天去一个小区所谓视察 说这个有一个新型冠状病症患者就站在他背后 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非常的愤怒 然后有人传言说这位蔡奇已经做了自我隔离 就管报纸上还有报道他有活动有讲话等等 但是也是一样看不见视频或者是相片 所以有多少官员被感染都是一个疑问 说在北京包括高干的跟高干有关的医院 比如复兴医院都是人满为患 而且有很多的是所谓中南海或者国家机关 或者红二代或者军队大院这些人物 那么这个复兴医院也好 还有这个当地的其他医院离中南海非常近 这个在北京的说法就是 中南海已经被瘟疫所攻陷 甚至有一个说法说北京将沦为第二个武汉 所以中共高级领导人里面有多少人染病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也有人推断说这个蔡奇作为习家军的领军人物 前几天还陪同习近平假装在北京考察武汉疫情 就站在习近平身边 说如果蔡奇感染的话 习近平也危险了 所以这是习近平近期没有露头没有露脸的一个 引起了猜测之一 不仅北京的这些中央机关这些领导人陷入瘟疫传染的这个传言 而且在香港呢 一些港警被香港民众称为黑警的这些港警也越来越多受到感染 那么有一位港警呢 说是刚刚前两天才去参加所谓的晚会 party大搞这个庆祝 结果后来查出他是新型冠状病毒被隔离 结果跟他在一起的至少60名的港警都被隔离 结果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参与过抗争的香港人民非常兴奋 都开香槟酒来庆祝 说这名港警或者黑警是现实现报 其实不仅香港警警察在出问题 中共的军警问题更大 前段时间我说到海军或者海军潜艇问题很多 还有这个空军陆军各兵种都有隔离 一个军官一个士兵染病都在隔离 那么现在传出来不仅很多潜艇部队的官兵染病 就连中共首艘自制的航空母舰山东号都染病 100名官兵被隔离 那么在湖北省湖北市中部战区 更不用说前几天我就讲到很多的军区医院 战区医院或者是一些部队都是人满为患 实际上在美国国防部一个副部长助理发表了一个谈话 他注意到中国军队这次在这场所谓防疫抗疫抗疫 抗疫瘟疫中的表现 实际上出动很少 湖北划到中部战区 中共的军队解放军有一个叫做联勤总部 联勤总部就设在武汉 设在湖北 但是说是为了这场大瘟疫 仅出动了50多辆军车 仅运送了200多吨物资 而整个武汉显得是医疗物资齐缺 而这个商品这个菜了或者肉啊 这个食品都严重的短缺 严重的不足 整个供应的匮乏 所以军队并没有扮演起一个角色 不仅没有扮演起一个拯救灾难 拯救人民的角色 而且呢 连物资供应都不能保障 所以这个美国国防部的研究 就指出 这是意愿问题 要么是能力问题 就从意愿上来讲 中共不愿意调动军队 来去抗击瘟疫 因为怕军队受到感染 这个军队呢 因为是保障中共政权的枪杆子 是最后的保障和基石 他留给自用 另一个美光美方说 除了意愿之外 也质疑中共军队的能力 就能力恐怕不足 所谓后勤保障 廉勤保障 根本保障不出来 再加上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染病或者传染 实际上在我看来 这场大瘟疫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 击垮了 或者说摧毁了中共军队 这个党卫军或者所谓的解放军 实际上复工复产 不仅会在中国境内增加交叉感染 群体性感染的这些机会 而且各国际上也会带来 进一步传播的这些机会 包括促进外贸 或者是扩大出口等等 那么有可能 这也是中共当局的一个用心 不可告人的用心 就是既然中国已经沦陷 宁愿去获取其他国家 托出世界各国同归于尽 或者是欲食俱焚 这就应验了前些年的一个说法 或者是各界的一个议论 说在北朝鲜 要是金家王朝要毁灭了 金家王朝宁愿让朝鲜半岛变成一片火海 同样如果在中国一党专政要富王了 他宁愿跟中国人民同归于尽 或者跟干脆跟整个世界同归于尽 这是专制王朝或者是独裁者的基本心态 我活不了我也让你们活不了 极权统治和独裁者毫无底线 既无道德底线也无人性底线 对这一点国际社会疏于防范 尤其是民主国家文明国家 可以说因为自己有基本的文明规范和道德底线 所以对独裁者和极权者的本性反而缺乏认识 所以这是现在国际社会深受其害的根源 绥靖主义一直在遗害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 就在同一天习近平发信说感谢美国首富比尔盖茨 因为比尔盖茨的自己的慈善基金会给中国率先捐款抗击瘟疫 首逼捐款就是五百万美元 但是正因为这位比尔盖茨在前两年却是预测了 说世界可能发生大瘟疫 他这个预测非常神准 他甚至以中国举例 他可能比如说发生于中国的大瘟疫 他这场大瘟疫有可能导致全球三千三百万人死亡 结果他的话音就是一年前而已 不幸意念而且的确发生在中国 他当时就为可能发生的大瘟疫做准备 在基金会里面有所准备 说如果发生大瘟疫 那比尔盖茨就是跟他太太联合的这个基金会 要予以这个支持或者是捐助 但习近平发信感谢比尔盖茨实际上也充满讽刺 这里两个讽刺 因为比尔盖茨作为企业 他是私营企业 作为他成立的慈善基金是民间基金民间组织 那么在中国这些都受打压的 民营企业在习近平时代叫做国进民退 民退习近平强调做大做强国营企业 但是对民营企业是百般的打压 是反改革开放的趋势 另外对民间的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是打压 甚至产出殆尽 包括公益事业慈善组织 如果比尔盖茨身在中国的话 不要说没有他的这种发明创造什么微软 也不可能崛起为首富 而崛起为首富之后就是打入秦城大牢 财产被夺取一空 就跟最近几十年中国那些富豪的秘密一样 再一个他所成立的民间慈善基金 要做捐助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做捐助 那早就被中共所取缔所整顿了 所以习近平在发这些贺信的时候 本身感谢信的时候 本身就构成了讽刺 习近平发信感谢比尔盖茨 但是中共的宣传媒体和外交部发言人继续做反美宣传 以至于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达德 不得不亲自发表视频来做说明 他也被称为习近平的老朋友 曾经在习近平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接待过他访美 那么这位布兰斯达德大使发表的视频说明 在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的组织下 给中国所提供的援助物质已经是超过两亿多美元 那么更不用说在医药在技术方面的这些援助 而中共方面事实上 原先跟美国搞贸易战 限制美国那些商品进口 现在也取消了对美国医疗医药器材等方面的这个进口的关税或者是限制 说到反美宣传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现在在发言会上遭到各国记者的质问 因为前两天中共悍然宣布开出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说这个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讲的是这一场瘟疫 那么现在在记者会上几乎所有各国记者都针对这个问题提问 其中一个问题问到说这个为什么要开出三名记者 耿爽先说是中方跟华尔街日报做了所谓严正的交涉 要求道歉要求怎么样但是没有回应 那么记者就问说你们的交涉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 是在台后幕后还是讲台上还是在报纸的文章上 结果耿爽说我们绝不是在台后也不是报纸的文章 那究竟是什么呢他根本回答不出来 然后又有人问说这个开出三名记者 是不是涉及言论自由 耿爽就说所谓张口就辱骂 说辱骂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民主 是什么言论自由 但是中共绝对没有把华尔街时报这篇全文刊登在中国人民日报上 所以如果刊登之后 中国人民自动可以鉴定是否是辱骂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定义而已 然后这个实际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过一句话 说一个成熟和负责任的国家是尊重新闻自由的 说新闻媒体根据他自己的事实和观点发表不同的文章 如果说你不赞同可以反驳 但是采取所谓驱逐记者相当时限制言论自由 就中共不仅在国内限制言论自由 甚至在国外对别的国家的媒体和记者去限制言论自由 所以这个耿爽在这个方面的狡辩就是说难道我没有没有还记的权力吗 他还记的权力就是干脆把人家的记者都驱逐了 这在其他国家正常国家觉得是非议所思的事情 那么这个耿爽还口口声声说说华尔街时报这篇文章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那么就有记者问他说你说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请问哪些国家谴责了能不能举出例子 结果耿爽举不出来他就只好说 他说像这样的文章什么辱华什么种族歧视 理应受到各国的谴责 他说理应 所以说所谓广泛谴责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事实上各国记者出于礼貌没有问他一个问题 就说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体现在哪里 因为中国人民连这篇文章都没有见过 根本甚至如果中国外交部不提也不知道 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会 这个中国人民根本都注意不到 而且他往往是两个版本 这个举行了历史会问答 在英文对外有一个版本是全文的问和答 但对中国公布的所谓中文版本都是大三节 对不仅对外国记者的提问有三节 甚至对外交部发言人比如说跟上自己的回答都有三节 就连他们自己都在自己进行新闻审查 然后再交给中国人民 所以现在中国人民都陷在瘟疫之中 水深火热 哪还有时间去看到华尔街时报的一个 英文文章 甚至于表达极大的愤慨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谎言 可以说把谎言进行到底 正是迷信那种谎言 可以重复一千遍都会成为真理 这种纳粹德国的纳粹理论 这个耿爽在回答外国记者轮番 结问的时候 他可口声声种族歧视 其实纽约大学一位教授叫科恩 中国问题专家就说 一个迫害少数民族的政权 居然说别人种族歧视 事实上就在这场大瘟疫中 中共就体现了种族歧视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歧视 整个国家整个一党专制下歧视武汉人民 歧视湖北人民 尽管看上去是民间行为 但是中共不予阻止 而且公然的纵容默认 就跟文革中 毛泽东虽然讲要文斗不要武斗 江青也讲文攻武畏 但是全国都是一片武斗 都是一片打斗 杀红的眼神是枪支坦克军车都出动了 把这个半边天都打红了 像重庆或者广西 所以事实上是毛泽东江青在纵容 在默认 在这个默许 然后自己说一些漂亮话 充当白脸而已 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尽请继续订阅陈破空会员网站 那里有本节目的音频和文字干要 还有其他著作连载 段子文学和在线互动等等 另外也请关注另一个油管频道 陈破空公众频道 新闻与历史 如果你有需要发表的民间视频和音频 也请跟我们的团队联络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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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